當時這個劉秀玲他也講說 這個這樣弄不好 違法 這樣放寬 那幹嘛 好 那你全部變更完以後 那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你知道台北市的都委會的殖民是很大 一年動輒通過千億的案子 一定要那個委員會開會才過 給容積幹嘛 幹嘛 這個這麼重要的位子 竟然就變成一個閒差事 變成副秘書長事一個參事 反正就閒差 然後有功的人就升到殖民 那麼大的位置 那麼重要的位置 所以阿伯也是論功行賞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離譜 這樣會傷了台北市八萬大軍的心 市民實在講 就一腳踢到二樓去 12跟11有什麼差 你家的位置那麼重要 還有主管加急 你是陽春的一個參事 所以12值得沒用 那個什麼位置才重要 就是因為黨的精華城 所以把這障礙的大失 黨人財路啊 你這樣搞我 我過了以後我還給你 留在當殖民才怪 市府這一邊 陸陸續續就像昨天有提到 所謂的這個審慶金包圍網 跟審慶金相關的一些審友友們 這些陪審團們 通通進到了所謂的市政府裡面 就是會影響到 所謂的柯文哲的一個決策 那所以最後當然這個金華城容器率 就會變得最終就是失控到了 所謂的840% 那柯文哲現在對外的說法是說 他都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說 金華城是不適用所謂的都更案這件事情 第二任之後 其實是蠻多市長室的幕僚 都會抱怨說 因為早上看行程只有三個 但是到了下午晚上再打開手機發現 行程突然被增 被增到大概六七個這樣子 那很多都是可能都是不知道 到底他的這個實際上 到底是去哪個地方 去了什麼參會 或去了什麼聚會這樣子 所以就會 就會讓這些幕僚感到很困擾 有些甚至他都是到事後看報紙 才知道說原來他去了這個參會 那幕僚沒辦法去管控的情況之下 又變得只能去幫他做後續的這些危機處理 那長久下來 當然這些幕僚就會覺得 這個不如歸去 他有幫忙 不只乖乖聽話 他就還挺配合的嘛 在2021的那段時間 就是通過榮基這個時候 他當時是叫做正工程師 然後那個組織編制是這樣 因為許阿雪是叫做副局長 許阿雪就很反對這個 許阿雪後來甚至連副局長一定會 兼都委會開會一個委員 他就辭掉 他一直反對 他說這個事情榮基不可以這樣搞 然後好 那是不是剩局長 對不對 那那個副局長不在 他就變第三號人物 他就跟那個密切聯繫 跟那個彭震生 就還有跟那個黃錦茂 跟副局長彭震生 這三個就變成靈魂人物 當時這個劉秀玲他也講說這個 這樣弄不好啦 違法嘛 這樣放寬啊幹嘛 好 那你全部變更完以後 那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你知道台北市的都委會的直密是很大 一年動輒通過千億的案子 一定要那個委員會開會才過 可以容積幹嘛幹嘛 好 那這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竟然就變成一個閒差事 變成副秘書長事一個參事 就那個就反正就閒差嘛 然後有功的人就升到直密 這麼大的位置 那麼重要的位置 所以阿貝也是論功行賞 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離譜 這樣會傷了這個台北市八萬大軍的心 然後動輒被議員 被陳靜靜的助理動輒 這樣子叫囂 辱罵 可憐啦 我覺得講完要從政這些文官的士氣 這蠻重要的 市民生案的講 就一腳踢到二樓去 12跟11有什麼差 你家的位置那麼重要 還有主管家籍 你是陽春的一個參事 是不是 所以12值得沒用啦 那個什麼位置才重要啦 就是因為黨的精華城 所以把這個障礙的大失 黨人才入啊 當初你這樣搞我 我過了以後 我還給你留在當直密 才怪咧 對 我們講像現在這個精華城案 然後柯文哲的態度被翻出來 過去他其實是說要用錢買 到後來是變成說法律問題 法律解決 但是到後來的一小孩便當會之後 一路開綠燈 直接到這個840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轉變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過去當然柯文哲在第一屆的時候 你其實發現到 他是非常堅持 就是他的這個融積率 基本上就是比照豪龍斌時期的393 也就是說捐帝三成之後的560%的融積率 所以是393%嘛 只是到後來當然我認為 因為在市府這一邊 陸陸續續就像昨天有提到 所謂的這個審慶金包圍網 跟審慶金相關的一些審友友們 這些陪審團們 通通進到了所謂的市政府裡面 那當然某種程度來講 行訴出了一個事例就是幫審慶金在鞏固一些 相關的標案 以及相關的這種工程 當中 以及相關的剛剛講到像金華城這種案子 在裡面當然是某種程度來講 又是慢慢的會 可能也就是給這些長官們 或是這些主官們有一些印象是說 這樣子放寬確實是有他的必要性 慢慢的去帶這樣子的風向 那再來就加上說 其實在市政府裡面很多首長 很多局數首長 到後期 像堅持所謂的393%的這些首長 包含林清榮也好 包含所謂的林周明也好 杜巴局長林周明 那以及柯批的那個市長室主任是蔡壁如 他後來也去到立法院當立委了 那就會變成是整個市長室 只是出現呈現一種不設防的一個狀態 那這種不設防的狀態 當然長期下來就會讓整個 變成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其他的聲音沒辦法進去嘛 那當然就是只有以審慶經為主的 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就是會影響到所謂的柯文哲的一個決策 那所以最後當然這個金華城容積率就會變得 最後最終就是失控到了所謂的840% 那柯文哲現在對外的說法是說他都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說金華城是不適用所謂的都更案這件事情 因為金華城本來就不是一個都市更新案 這個應該是台北市民的常識 但是很顯然柯文哲作為市長 他說不知道這件事情就會有點牽強 而且你剛有提到其實包括省游泳陪審團這些人陸陸續續進來 那是不是其實也是因為柯文哲其實本來說外面的行程都要透過秘書這邊來登陸 可是慢慢的他會有一點刻意要避開監督 用私人手機來登陸 是不是在這個時間感覺就是刻意的要來跟這些財團慢慢的有聯繫 其實到第二任之後 因為他當然第一任不當然的主打是所謂的公開透明 可是到第二任之後其實是蠻多市長室的幕僚都會抱怨說 因為早上看行程只有三個 但是到了下午晚上再打開手機發現行程突然被增 被增到大概六七個這樣子 那很多都是可能都是不知道到底他的這個實際上到底是去哪個地方 去了什麼參會或去了什麼聚會這樣子 所以就會讓這些幕僚感到很困擾 有些甚至他都是到事後看報紙才知道說原來他去了這個殘會 那幕僚沒辦法去管控的情況之下 又變了只能去幫他做後續的這些危機處理 那長久下來當然這些幕僚就會覺得這個不如歸去 就是因為很多行程都是他自己用手機自己輸入進去 那主要也是因為當然在蔡壁如離開市政府之後 過去這樣子的一個機制是蔡壁如做管控 那我們其實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個會議去討論說 他的一個市長行程要怎麼安排 那這個是一個集體決策 可是當這個集體決策的機制 因為蔡壁如離開之後被拿掉了 變得是有點名存實亡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柯文哲他很多事情他就會繞過 比方說底下的幕僚 那自己等於說自己做決定自己做決策 或者是自己把這個行程就輸入進去 那長久下來當然我認為這個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就是說比方說你去跟沈青青去逃出影院唱KTV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不是會有一些額外大家額外的一些想像或聯想 那對你的人設也是一種毀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自己應該要非常清楚的 對